美国的最高法院近期因为放宽涌枪权 还有推翻堕胎权遭受抨击 而周四再度限缩政府监管发电厂温室气体排放的权力 预计将阻碍拜登政府对抗气候变迁的努力 联合国也出声谴责 强调G20有责任带头大幅加强气候行动 而美国首位的非裔女性大法官杰克森 周四宣誓就职 接替以83岁高龄退休的自由派大法官布瑞尔 他的上任让男女性别比成为了5比4 实力年来最平均 但是保守派跟自由派的比例依旧是6比3 周四现年51岁的杰克森写下历史 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一位非裔女性大法官 在83岁的大法官布瑞尔宣布退休后 美国总统拜登提名杰克森接任 并于4月顺利通过任命表决 任职将近30年布瑞尔透过声明表示 听美国人感到高兴 深信杰克森能够公平地阐述法律 让法更好地为民所用 杰克森是最高法院史上第六位女性 和第三位非裔大法官 杀任后将让限职女性大法官人数达到4人 形成5男4女的比例 不过并未扭转保守派占6 自由派占3的形式 布瑞尔在近期呼吁法院谨慎行事 杰克森的加入 正值美国民众对法院信心动荡的时刻 在推翻纽约州枪支限制法 由撤销奠定女性游泳痘胎权的 罗素韦的案后 最高法院周四在阻挡拜登政府抗暖计划 最高法院以6比3保守派多数裁决 表示清洁空气法并没有赋予环境保护署 监管煤炭天然气发电厂排碳的权利 三名自由派大法官则表示不认同 1960年代国会通过清洁空气法 赋予环保署全线改善空气品质 而在2015年欧巴马任期又基于该法 敲定清洁电力计划 要求发电厂减少排放以应对气候变迁 但却被共和党中告上法院 最高法院判决出如数十名环保人士走上街头 在法院外举牌抗议 拜登也大力抨击 指出判决的目的是要让国家倒退走 但不会打击他对抗气候变迁的决心 然而这项裁决也意味着 其他气候变迁规范恐受影响 另外专家也指出这会让国家更难从化石燃料过渡到再生能源 而最终受到冲击的将会是民众 联合国对此判决也表达失望 指出G团体有责任带同减缓气候变迁 在全球升温逐渐逼近关键1.5度下 美国作为最大碳排国之一的这一判决 也为地球迎来坏消息 TVB的新闻总和报道 我们下期见